就是这个家伙 看见少爷死而复生的场景 后来遇到了林诺言 两个人臭味相讨 一拍即合 但庆幸的是 林诺言还算是一个 有信念的科学疯子 而里面这个 才是真正反社会的垃圾 多年之前 我只救过前程一个 没错 少爷 就是那次 是你 奶奶奶奶奶奶奶 不是的 她是接诊科医生 不是的不是的 过来 谢了 我是 我是被逼的 我不是故意的 林诺言说 如果我不答应她 她就不跟我要 我就没有办法康复 这样我就不能回来找千转了 冷静冷静冷静 这里有艰苦 我换个地方给你言情闭口 让我来吧 假死人了 不是咋死的 是 是她自己跳下去的 就是 就是她自己跳下去的 什么乱七八糟 反正死无对证了 你们走吧 好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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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快来了 你们赶快撤吧 从你车上掉下来的 这是林老爷给我治病的药 他就是拿这个控制我 这个药 不是用来给你治病的 它是为了抑制你毒瘾发作 对不对 你别告诉我 你手上的针眼 也是李诺彦强制给你扎的 我告诉你 我有你在美国的犯罪记录 你吸毒被抓 而且不止一次 我问你 前程和彭子春打架也是因为你吧 不是 我没猜错的话 你跟彭子春有一腿吧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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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你毒瘾发了 我会把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证据 都告诉彭子春 我薛草早把我 到时候彭家 薛家 钱家 还有我们家 一起向叶家施养 到时候你自己想办法 老人了 我不了解你的爸妈 但我了解你的症状 跟你没关系 跟父母从小拒绝性养育有关 所以你现在的状态 叫无情性人格障碍 你小时候一定过得很幸福 一定过得很快乐吧 不然温室里 怎么会养出你这么个小可爱 你小时候一定过得很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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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